下班抬頭一看傻眼了 招牌無緣無故被消失 電源下的錄影求助老闆怎麼會這樣 實際用Google接近圖 把日期往回推 可以看到兩家店招牌 原本是左右對分 但是去年十二月 藥妝店重新裝潢 卻把按摩列招牌給拆掉 投資人無奈只好改成上下堆疊 一開始跟對方協商想要恢復原狀 卻發現舊招牌已經毀損 投資人只好先自掏腰包 花十萬五千元重新製作安裝 但是半年過去了 拿出單據要請款 卻發現求償無門 總公司的總經理 都後面沒有正式回復給他 沒有授權給他 所以這事情就不了了之 就我不大能理解 就是這麼大的一個 會做出這麼誇張的事情出來 也就算了 但居然後面處理 面對的方式是這麼的惡劣 都是彼此的誤會 我們錯的也比較多 因為他沒有確定這些事情 對此遭指控藥妝店回應 經司法機關初步認定 並無毀損之故意 後續持續協調處理中 投資人只希望對方能負起責任 好好面對問題 否則小蝦米對抗大金魚 就像失調 漫漫長路 3.7晚上 陳映祥 陳昇 楊欣宜 新北西方報導